我给你出一难题 就是 和这个未成搭CP的话 对面跟谁搭呢 他是我们这个组的颜值担当 因为你长得帅 我一定我好好的 好好的准备钱给买的 算石头 这就是我的男神 这样的男朋友也没谁了 很晚了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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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偶像万万岁 我是李山女子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魏晨 周东宇 你好 你好 这两个人不是在一个季节是吧 我这个 跑得比较慢一个 容易跑得比较快 到了夏季 不在一个季节之下 还不在一个节奏 挺麻烦的 所以你们两个是刚合作过电影的 没动错吧 有吗 你有吗 没有吧 对呀 我来这干啥呢 聊不下去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跟你们那个电影的名字一样冷 冰河之凶 冰河之凶 是不是 是不是据说是在很冷的地方拍的 死者为成年男性 年龄大概四十五岁左右 年龄大概四十五岁左右 他怎么 给我站住 你现在不再没救过这个人 可能还害死很多人 你知不知道 我听说你们那个拍摄地真的很冷 对 说是一天所有的工作人员 要用1600个暖宝宝 冬雨用的比较多 冬雨不是满身都是暖宝宝吗 但暖宝宝没有用 所以干脆魏晨特别懒 他就直接不贴 就生动着 我当时特别佩服你说真的 但当时不熟 我不熟 谢谢你说 我贴了满身 然后魏晨就是 我曾经 就是那种真的忍 我曾经也试图用暖宝宝取暖过 但是后来我发现暖宝宝只有在热的地方他才热 后来就放弃他了 而且他穿的比我们少 他是型男 是在黑龙江衣春吗 是在黑龙江衣春吗 那个造型 你那造型是在里面最帅的了 因为你长得帅 哎呦 这个节奏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实款 没事 慢慢来 真的很冷 就是黑龙江衣春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那个都穿几条秋裤 都穿几条秋裤 双秋裤 我觉得得有两三条吧至少 对 可是看起来他还是很有风度的 没有臃肿 还是很有心 他是我们这个剧的颜值担当 东宇把颜值担当的这个称号给了你 感想如何获奖感言 不敢吗 因为年轻一代男生就我一个 原来是这样 你用这样一直夸我 从头从开机 就是一开始就开始夸我的这样搭档也是没谁了 你们是有多不熟 所以开始就一直在夸对方 没有了 就是以你就是帅给他的表演打个分 打多少分 当时看剧本的时候 被他这个角色着实地吓到了 那怎么呢 为什么不吓到呢 他这个角色真的特别有挑战 如果我是个男的 我一定要跟他抢这个角色 我觉得跟我之前拍的戏都不一样 因为以前是青春题材的 然后是偶像剧 这一次是一个这样的类型片 然后有点悬疑惊悚的题材的 跟我之前接触的这个拍摄都不一样 有什么样的副作 因为有很多动作的场景 然后还有很多水下的戏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之前拍戏 包括像这个作为歌手来讲拍MV都不会接触到的 第一次在水下拍 但是我听说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感情纠葛的 是跟同大维有一些感情纠葛 我是妇女琴和懵懂的 懵懂的笑容 什么 就是崇拜之情 那就是这样吧 我跟你出一难题 就是 佛大维和这个魏晨 你觉得搭CP的话 更愿意跟谁搭呢 这好难答 他现在说太难答了意思就是拒绝了我 那大维哥很久之前 最近跟我们学校的老师结了婚 那你说我怎么选 没关系 这个时候有一个已经选好的人可以来拯救 你为那个 余温泽啊 那个 现在就很红嘛 宇宙CP 对不对 寒冬只是一刹那 人情是一个家 我那爱情没办法 你还有想法吗 我们相爱吗 没想法 有我怕 有我陪你的天 有什么 好害怕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情绪吧 很多人说因为我梦相差是11岁嘛 有人说好萌的能不能差啊 但是当然有人支持 也有人会说反对不喜欢 谁反对 有一些网友 忍着忍着 跟我一样忍着 都宇你怎么看 对于这种年龄快度 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 年龄对爱情是问题吗 会不会 年龄不会 年龄不是问题 其实我跟男生也是一样想法的问题 我九二的 会不会我对你来说太大了 会不会我对你来说太大了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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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其实也对爱情嘛 就是选择一个对的人 然后每天在一起 经历一些很幸福的小事 在恋爱里面应该会有些小习惯 其实会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 总结了一下恋爱中的小习惯 来 好 如果这些习惯你们都有的话呢 就在你们的那一栏打勾 没有的话就打叉 高调秀恩爱 虐死单身狗这个叉 没有 像狗皮高药一样粘着它也没有 没有 偷偷翻手机 反正我不翻他的手机 他翻不翻我的手机 那取决于他 包治百病是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联系 包治百病 我与谈恋爱什么都好 包治百病 保电话周或者微信全天不停歇 有吗 话费太贵 全天不停歇的一直联系 首先我们这个工作肯定不允许 也可以 演唱会同 不好意思我打个电话 天哪 所以以前你是这样的吗 这个人是整座银河戏吗 上辈子在你演唱会的时候给打电话 开玩笑 有点特殊的性质 然后不太允许 所以我也是差 听妈妈的话这个必须的 我是又对又差 因为我妈心情好了才管我 你妈心情好的时候多吗 我们现在开始互捅单了 没有 就是你不是心情好的时候才管你吗 她会怎么管呢 她会怎么管呢 怎么管 我妈心情好的时候多吗 就是像我妈妈管我一样管你呢 是 是 是这意思吗 她会怎么管 我觉得 像朋友一样 对 就是像朋友一样管我 就是越长大 又发现就是 父母 越来越像自己的好朋友 喜欢倾听你的心里话 所以你俩其实是一个妈妈 是这样的 妈妈的爱都是一样的 妈妈的爱都是一样的 妈妈都是一样的 妈妈 给男生点赞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谢谢妈妈 辛苦了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两人真的很像 只有在听妈妈的话的这个时候 东宇有一个A和B两面 但其实呢都是 对于爱情观都是很像的 是比较低调的 希望有自己的空间的 我觉得哪个工作的人 也不能天天不工作 一直拿着电话 电量也不够 充电宝卖得那么好 谁还没有个单身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你什么时候变成单身狗变孽 包治百病也看你 能不能买得起包 狗皮膏要这个 肯定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还要学习 工作 而且距离产生美 大家好 欢迎光临魏晨脱红秀 那陈胜最近也是刚刚 过了儿立之年的生日 在这里要代表 小岸幸福 要给你送上三日祝福 谢谢大家 我又长大了 又长大了 你们也有三十岁的一天 你们别得意 三十岁那天 我也去给你送蛋糕 请问听到他这样的一句话 你的心理阴影面积现在是 为什么不准阴影面积 那就一言为定 好啊 还早吗 还有二十多年呢 七八年 我提前先攒着钱 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你们真的是偶像 万万岁 好的 有没有说特别的遗物 对 三十岁那天我发片 专辑名字叫白日梦想家 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好啊 哎 是不是小天给你去站台了 对 对不对 我今天天歌 对我看到一张照片 嗯 你看着这个照片都蛮奇怪的 你关心的事情都挺奇怪的 你导演是特别的会搜罗的 哎 当时我听说说小天来了以后 你们还一起 就是很开心 喝酒都喝断片了 有什么事吗 那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 你俩酒量谁好 天歌比较好一些 因为天歌喝着喝着 天歌还没醉 他先醉了 所以他比我好 对 我好像知道你 我不是 你不是不熟吗 但我跟天歌是好朋友 两个人又找到一个共同点 就共同的好朋友是小天 真的 太棒了 未来也感谢你 帮我站一下 我好好的好好的准备起来 给你买蛋糕 你拿到基本送蛋糕 30层 到时候20年以后 我们再来做一期节目 就记录那个送蛋糕再说 那从刚一进来 东宇一直在夸魏晨很帅 其实现在呢 在这个年代没有一点 撩妹的技能是不行的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哪些撩妹举动会让女生久久不能平复呢 第一个是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会帮女生拉坐 魏晨会这么做吗 会 一般就是如果大家一块 就是拉一下 如果她都做好了 我再过去拉一下 对 就取决于这个女生做的快慢 其实你看我们的那个节奏还是挺快的 都一起到外太空去了 想到别 好 那在女生沮丧的时候 安慰着摸女生的头 我最初的爱的相手 是河一样的人 如果有人摸我的头 我就要重新整头发 我就要重新整头发 第三个 把女生逼近墙角 然后单手撑墙 微微一笑 这个好恶心 我觉得很恶心 我觉得超恶心 要动了恶心的那根弦 对 我想剧拍出来都是很美的 但是你是现实在那儿鼻动一下 你看在这天是地利人和 对大家会觉得这两个对后 干嘛呢这是 在 快拿手机拍下来 然后铺了 上去 冬天很冷的时候敞开大衣 把女生整个裹进去 一般我给男的穿的都厚 所以他裹不了我 因为我太肥 对 因为冬天的时候 我穿得像个圆柱蹄 第五个 在商场里指着名牌包包 对店员说 这个这个全包起来 男生说 喜欢什么不用选了 直接买走 我都好 这个这个不要 剩下的全包起来 这类型的包 其实这五个 这个撩妹技能 并没有总结到你的心里去 我觉得吧 就是女生都有这么一个 就是经验 就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她怎么知道她都好 那假如这个撩妹对象是魏晨呢 你觉得她的技能在哪 你的技能在哪 没有技能 对 所以魏晨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不用撩 站在那就是撩 不撩剩有撩 这就是我的男生 我的男生 接下来这个游戏就是让你想象不到 是吧 要烧脑 好好地来推理一下 好的 来上道具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两位小工具 都可以 两位小工具头上都戴了一个皇冠 那现在是考验对方的推理能力 都可以向双方问五个问题 那答问题的人只能说是或不是 通过这五个问题来推断出 头上最后带的是什么 明白吗 好 好 那谁先呢 你们决定 一轮定胜负啊 输的人有惩罚的 不是都说男士优先吗 男士优先 那我先吧 好 三个字以上吗 不是三个字以上吗姐姐 这 你想啥呢 是又或者不是 没有我在想 到底是不是 你不是要烧脑吗 不是对啊 你一直不按实话 你不是想烧脑吗 三个字以上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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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三个字 是名字吗 是 肯定是 你嫌是几问题 是你的名字 不是 三个问题了 第几个问题了 一共五个还有俩 是人名吗 不是 不然还有 最后一个问题 小心数了再问 不然的话输了有惩罚呢 是 男人名吗 不是 好 五个问题已经回答完毕 我觉得你好像只给到了两个信息点 就是这是一个人 但是呢还不是一个男人 那所以呢 有那么多的女生 那是谁呢 好像我赢了 还比吗 请坐着啊 周冬雨 是你的名字啊 不是 这样吧 你先 都你可以先问 先问他 看你三个孩子出来 好你问我吧 来 第一个问题是 是两个字吗 两个字对 好 第二个问题 他 是演员吗 是 好 很干脆 第三个问题 男的 对 男的 长得高不高 长得高不高 看谁跟谁比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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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一个问题 嗯 嗯 嗯 帅 帅 天哪 啊 这个问题 跟我比吗 跟谁比 有才华吗 天哪 跟谁比 跟我比吗 万年梗跟谁比 跟你比 跟我比 跟谁比 跟我比的话 嗯 差不多 好 差不多 嗯 跟你身高一样吗 跟我身高 你八个问题 嗯 跟我的身高也差不多 我觉得我 还有回答吗 你的答案是 魏晨 魏晨还是魏晨 魏晨还是魏晨 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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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李先生知道你团人带着谁 你呢 再给你两个 因为你也赠了我两个 对 长得漂亮吗 跟我比吗 天哪 你这不是给自己挖了个坑吗 是跟你比 来说 跟我比漂亮 跟我比漂亮 跟你比漂亮 是演员吗 是 会唱歌吗 好像我没听过他唱的 我看他 长得那么美也会唱歌可没 邓江佳 哥 哥 哥 太不够明显了 有三个字 跟你合作过的第一部戏 第一部戏 第一部戏 郑爽 自己看一下 感谢经纪人 这给我挖了个坑 他这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那我肯定想是他 为什么要写郑爽呢 反应就打错了 反应就 我要告诉你 惩罚是什么 是由以下的表情选项 您的人可以叫书里人 来做一个表情 好 书里人选一下 有吓死宝宝了 第二个是坏坏的笑 第三个是冷漠脸 第四个是癫狂专业 第五个是妒忌 我觉得我一定要代表广大 就是一本四个朋友 就是男人不坏 他们肯定当然 坏坏的笑 坏坏的笑 三 二 一 有很多美好的憧憬都破碎了吧 够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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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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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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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真的 东宇是想给粉丝谋福利的 谋到一个B的大福利 对 我想万万睡 心都碎了 对 万万 真的 你应语正递 我们这个我想万万睡的意思 就是要睡到节操 睡到节操 估计今天也没剩多少了 就已经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底线了 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在是粉丝提问环节 首先魏晨来 进入我们的今天的粉丝就爱豆 准备 诚哥 我对象钟爱你七年 能送她一句生日祝福吗 拜托 她叫花花 花花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她是女朋友钟爱你七年 然后她最后还要加个粉 这样的男朋友也没谁了 对 好暖 就是暖男 真的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 很多粉丝说是会评论你的自拍 我集中总结了一下 大概是这样的 永远不敢把我偶像的自拍拿给别人 终于不拍脚了 好评 为什么我的偶像的自拍永远不能做平榜呢 哥 下次我送你自拍干 看样子是对自拍不太满意的意思 不是 就是想拍出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因为我也不太会修片 所以我就想拍一个 就是打破他们底线的让他们拍 他可能修成什么样的 再次上升一个新的高度 嗯 其实东宇的自拍就特别好看 就是粉丝有一个心愿 要偶像的一张能够当平榜的自拍 要不然今天上个自拍 跟俩人一起拍一个 自己早餐吃 好 早餐吃 帮我把眼睛披大一点 好 继续 继续 东书到底什么时候换头像 啊啊啊啊啊 好好好 今天给我披的眼睛大一点 我就用那张了 真的吗 因为刚才我自己很难过 我看你们两个眼睛都是 你最大 你第二大 我没有 刚早点说 我们俩就闭着眼睛拍 这样就多好 你刚没早点说 再要不然再拍两张 眼姿黑 你别再补刀了 你真是的 所以最后这个网友的题为 蓝色字很简单 很简单 很简单 约吗 约吗 书上说男人和女人躺在一起 就会怀孕 你是怕我怀孕吗 怀孕 约吗 可以啊 oh no 哇 哇 约吗 在哪 电影院啊 哦 电影院 你必须在约 那票呢 你问他票呢 我想过约几个人 好了 就像刚刚我们的两位主演说的 一定要支持 这一部非常 有趣有悬念的电影 这个电影真的很厉害 具体厉害在哪儿 去看一下 厉害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 如果是喜欢悬疑破案题材的朋友 一定要去看 本身不喜欢这个题材的朋友呢 相信看了这个也会对于这个题材 多多少会有感兴趣的 希望这个电影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欢 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冰河之兄 能够有好的成绩 加油 加油 一起来跟你双脑更健康 谢谢两位 那今天早上关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好的 又上升了几个等级是吧 再 naive 最后一位 我烦死了 不要 谢谢 拜拜 辛苦了 拜拜 拜拜 İz reck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